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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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田瞎错什么热闹啊 我这忙都快起飞了 真的是 你没事 这不还有我吗 宝宝真乖 真勇敢 好了 那我去前台了 在这儿 你帮我来吧 好 你走 谢谢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你好 你好 我找沈蜜 小韩娜 我生病的事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老爷子 你就放心吧 病历我会给你放好的 今天可是你大寿的日子 你就别操心这病历的事了 好吧 老爷子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你抓紧时间 歇会儿吧 那我先挂了 那我先挂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他到底是谁 谁啊 神秘 他到底是谁 沐南 你也知道 爸爸那些年 一直都在寻找神秘的下落 请问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你好 我请问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住了两个 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啊 对对对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他们今天出海去了 出海了 嗯 谢谢你 高主 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永远不分开 谢谢你 神秘 我们好兄弟 永远不分开 医生 怎么样 我们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 好不容易找到神秘 他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神秘 神秘 你醒醒 神秘 你醒醒啊 你醒醒 哎 你们定的什么时候回来啊 是今天还是明天哪 哎 我问你 我孙子他 在那边 是不是吃了很多的苦啊 神秘他没事 因为牵着的问题 要耽搁两天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记住 你给我记住 从今天起 你就是神秘 埋在这个树下的 才是高主 记住了吗 你才是神秘 我才是神秘 埋在这个树下的是高主 我才是神秘 经过了八年的等待 沈家终于盼回了他们的长孙 中间早就会有很多人 会也会担心 你炳证 我之前是想到 我给你带着 你带着 你带着 我带着 我发一下 我发现 你带着 你带着 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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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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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 当然了 我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到最后 可是 可是现在高卓不受你控制了 你的计划落空了吧 你让一个冒牌祸假装神秘 然后利用我 利用你亲生女儿 你生的心 你达到你不可靠人的目的 孟楠 你不能这么说 你是我的亲女儿 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完全冤枉爸爸了 我怎么能对你这么做呢 你错了 爸 我是你亲生女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你明明知道我爱神 他早就不在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利用我的感情 让我跟高卓结婚 然后把整个绿窜窜到你自己手心里 这就是你的目的对吧 孟楠 孟楠 你怎么能这么想爸爸 我当初这么做 是为了沈家 为了董事长 老爷子当时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如果让他知道 沈密克死他乡会要了他的命的 如果说老爷子夸了的话 那沈家就完了 沈家和老爷子对爸爸有知欲之恩 爸爸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发生 老爷子已经失去儿子了 他不能再失去自己的孙子了 老爷子已经失去儿子了 可你现在已经失去你女儿了 老爷子 别喜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送给你的 我是难不难 不是难还得难 明天我的母子都要做了 我不管你好了 别别别 我求你了 你原谅我好吗 以后不会再生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那好吧 我这次就原谅你了 太好了 谁要跟你这个特别自盗帮永远在一起啊 我都说了吧 不会再生错了 合作什么 罢了避难 过才深刻 何印有护情的人 最难割舍 妈妈 多多不能带孟楠跟我们一起去梦 妈妈答应你 下次一定待见你跟孟楠一起出去玩好不好 蜜蜜 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爸爸答应你 让你给孟楠选一份给你 好不好 孟楠 等我们回来之后 我会跟你交一份最特别最特别的礼物 我保证几天睡觉很快就过去了 一想我就给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 我才不想你呢 孟楠 我好喜欢你 以后我们结婚好不好 好 好 张雅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死遍 那边都是小眼珠 只是会为人说没有你的生活 好诚 你这个骗子 骗了我这么多年 是否懂得太多 是你 我画下美梦 若要走 肖蜜 我帮你找到了 怎么了 有事吗 有 放心吧 还是是 算你没骗我了 这么大个人呢 到时候田医生的 会负责账户 那天我在酒吧街附近看见你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有什么好解释的 志勤好漂亮 是要送给我的吗 志勤你不记得了吗 这原本就是你当 这个秘密你瞒了我十多年 却可以分享给一个 认识不到三个月的女人 是我过分吗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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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骗子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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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今天爷爷生日 你会带田医生一块儿去吗 当然了 如果我说 我不想在爷爷家看到他呢 这件事情 不是你能决定的吧 我倒不这么觉得 你说呢 高中 这样的每一条都要问清楚宠物主人 有什么宠物是忌口的 然后他喜好是什么都要记好了 好了 拿回去吧 好 好 今天爷爷大寿跟我回家吃饭吧 我把你介绍给我所有的家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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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不顾心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到你们能够举办一场 盛大的婚礼 我的天哪 婚礼多浪漫 太热了 我都没惦记 远什么远啊 那今天晚上 沈蜜带着你见他们家人 你就是她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然后就是沈家未来的儿媳妇 接着呢 肯定就是订婚 然后就是结婚 你想得太厉害了 这次来得倒挺快的 我说过 不要跟我提高卓 这是我的底线 你想不想知道 这份导演里装的是什么 这是我 拿爷爷的头发 和你的头发做过的 DN亲子鉴定 在这份鉴定结果上 明明白白写着 两者没有血缘关系 不信你可以看 亲子鉴定很容易 做假 我还可以出具一份有血缘关系的 你以为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 可我爸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真正的神秘 早在十年前就因为出海遇难了 葬在那棵树下的人才是真正的他 而你不过是顶低他的冒牌货 你到底想干什么 跟我结婚 不可能 那今天爷爷的生日晚宴上 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真正的身份公之一众 但是他想死了 你也不在乎 那小田医生呢 绿川势必会把田林所有的资产都撤出 到时候 他的意愿也保不住了吧 爸 给河北茶 今天晚上您八十大寿 我陪您多喝几杯 都这个岁数了 喝酒得严格控制了 爸 喝酒跟岁数没关系 看身体状态 好 沈辰 你最近在做什么呢 你爷爷问你话呢 没什么 没干吗 你也不想了 总这么瞎玩怎么成啊 依我看 你还是到绿川去上班吧 按你爷爷说的 明天去报到 爸 也就您能收拾得了的 爷爷都这个岁数了 集团的事早晚得放手 你哥哥他独目难知 他身边总得有信得过的家人 你是他弟弟 你不帮他 你帮谁啊 爸 这一年期限不还没到呢吗 到没到又有什么关系啊 沈密所有的表现 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 集团的股东和董事 对他都很满意 立川的集团总裁除了他 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这道婚纱怎么样 怎么你对我婚礼穿什么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随便你喜欢就好 那就这套吧 我明天去婚纱店试一下 你应该也没空陪我去试婚纱吧 对了 婚礼场地我已经让Vivian定完了 时间就在三天后 你有意见吗 随便你定吧 随便你定吧 手给我 干什么 给我 给你一个奖励 好了 这什么玩意儿 田丽医院的传统奖励爱心 是 爸 准备奖回来了 好 爷爷 生日快乐 你们俩怎么一块儿来的 小田医生怎么没来啊 爸 今天是您八十大寿 来的当然都是自家人了 这种场合 这种场合小田医生来不合适吧 孟楠 你说阿姨说得对不对 爸 既然都到齐了 咱们进去吧 好 来 进去吃饭 哎 今天晚上 沈蜜带着你见他们家人 你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然后就是沈家未来的儿媳妇 今天晚上 恐怕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好 好 爷爷 这个寿陶是我和沈蜜 专门为您挑选的 祝您天饱久如 福寿绵长 好 你们的心意 爷爷心领了 好 请慢用 来来 大家品尝一下 来 快吃吧 我现在宣布一件事 下个月的董事会上 我会提出 让沈蜜接任集团总裁 沈蜜 我已经跟你叔叔沟通完了 你没有意义了吧 没有 好 来 大家干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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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爸爸 各位叔叔阿姨 我今天也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我和沈蜜已经决定 三天之后举行婚礼 我和沈蜜 孟楠 今天这个日子 开玩笑不合适 不如问问沈蜜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沈蜜 你说我是开玩笑吗 你告诉大家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我说是真的 你怎么会到图了 你怎么会到哪里 你什么会到来 那你出品 你这么会了 你要去哪儿 你怎么会到看你 你这么会到哪里 四季 晚宴怎么样啊 爷爷是不是特开心 替我向他老人家问好 我看今天这个好几重喜事啊 今天都是好事嘛 来 我打一圈 回回气氛 爸爸 首先呢 祝您八十大寿 生日快乐 祝您寿比天高 福比海参 日月同辉 青春涌重 好 谢谢 看来 大嫂 第二杯敬您 好 祝咱们家呢 永远和和睦睦 天天美美 谢谢 第三杯 敬沈蜜 恭喜你 恭喜你 重掌绿川集团 叔叔 您知道沈蜜不喝酒的 那我知道 喝饮料就可以 好 对了 还得提前祝你们两个 星空快乐 百年好喝 好 谢谢 不喝酒 走吃点菜 这个很新鲜 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夹 好 好寒啊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好 来 吃菜啊 待会儿都吃菜 做的都是你们爱吃的菜啊 哈哈哈哈 好 你在干嘛呢 好 我现在准备去你家了 卡路的鲜梁还够不够 要不要我从医院代谢过去 你在开车吗 还是在爷爷家 你不会喝酒了吧 你不是不喝酒吗 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沈蜜 我担心你 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怎么还没回啊 你们这俩孩子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到现在才跟我说呀 谈你的结婚大事呢 别玩手机了 你们这俩孩子结婚这么大的事 三天哪忙得过来 实在太仓促了 都快结婚的人了 在妈妈面前还不好意思啊 阿姨 我和沈蜜呢 不想大操大办 就请一些亲朋好友到现场见证就可以了 还叫我阿姨 妈 沈蜜 可以 给我出来一下 哥 你跟韩木楠 这演的是什么戏啊 你还能争取她吗 没缘 不可能 你还能争取她吗 真的 那田田呢 我问你话呢 那田田呢 我问你田田怎么办 沈丽 你倒是说话呀 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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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金兄弟 我以为 你能给田田幸福 从小到大 都是你让我 所以我也让你一次 但你让我觉得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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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只要穿在你身上 哪套都好看 谢谢妈 那明天我就去把婚纱定下来 好 妈 爷爷呢 爷爷刚才喝了点酒 在里面休息呢 那 我们先回去了 你不跟他打个招呼了 让爷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好 妈 那我们先走了 路上慢点啊 这就要走了 是的 因为婚礼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所以和沈蜜要回去商量 是够你们忙的 我送送你们 卡洛 我知道你想我了 卡洛 来 我马上给你弄好吃的 卡洛 马上我就给你弄好吃的啊 来 卡洛 来 来 慢点吃 你个小馋狗 慢点吃 好 来 来 怎么样 今天饭菜还可口吧 挺好的 什么呀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什么意思 我刚才看你吃了块鲜鱼 你小时候可是不吃鲜鱼的 一吃鲜鱼就过敏 喉咙会疼 甚至会危及生命 叔叔 过敏有时候会随着年龄增长 体质增强 竟然消退的 这很正常 是吧 没事就好 孟楠 孟楠 我也要回家 你跟我的车吧 不用了 神秘送我 对吧 来 来走 老韩 可洛 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不是吃的 这个呢 是一个项圈 用来随时监测你的心率的 给你戴上啊 戴上了 我来给你进行配对儿啊 好了 配上了 这个呢 就能随时检测你的心率 让我随时知道你的健康情况 以后我就不担心你了 真乖 我看行对象 神魂院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不知道 但是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 不用谢我 你只要以神秘的身份 和我完成婚约就好 如果你现在就被戳穿了 那我做的这一切 又有什么意义 高卓 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神秘给你的 替他完成魏晋的心愿 很委屈你吗 你开心就好 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主人 喂 干吗呀 你说干吗 都几点了你还不回家 妈让我问你还回不回来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现在还在神秘家呢 他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我得陪卡洛一会儿 那你赶紧的 对了 刚才我跟张琳姐 最终确定了现场的所有方案 我把图片发给你看看 好的好的 卡洛 卡洛 你看 好不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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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 新郎 请问您是否愿意娶自己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士 我愿意 好的 新娘 请问您是否愿意嫁给自己身边这位帅气的先生 我愿意 我愿意 好的 下面由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你们的爱情 来 秦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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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只够将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只能抱紧你啊 如今你还在我身方 一同穿梭世间欣扰 总会有一天 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 无留几乡 只有你还记得 我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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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